沒有聊世界 天野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黑拉對上三位1000家的玩家 那我們就交換到1000家聯盟吧 這三位選手分數大概1000到1100左右 那黑拉這次是否能頂住三位1000家的玩家呢 我們就來拭目以待吧 先來看一下瑪雅倫這次是由黑拉選的 黑拉這邊選瑪雅倫我覺得其實會有點難打 瑪雅倫算前期經濟不錯 但只有這個肉量會吃多一點 在打棒棒或是一些特殊開局的時候會特別有用 例如什麼直層開農或是直接羽劍手爆之類的打法 那這種打法很容易會直接被對方封建插塔弄爆 尤其對方就是三家玩家的情況下 只要一個人來打塔工都會打到頭破血 所以直層的話相對來說風險是偏高一點點的 那黑拉這個文明呢也算是比較偏 城堡時代會有優勢的文明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的話工兵一樣有減免之外 還有這個老鷹喔可以爆 那南美咒文明的城堡時代的老鷹爆是非常難解的 但是這個老鷹爆也是要犧牲自己的經濟喔 才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成績 那如果是要硬上帝龍時代的話 對瑪雅倫也要等到這個黃金國點出來之後 才會有更有大的威懾力喔 那整體而言 瑪雅倫這個文明算是比較需要更多的一些經濟操作 去打一個中後期喔 前期想要風險時代覺得勝負不太可能 參寶時代很有大機會可以打贏 但到地龍時代第一後沒有火炮要特別小心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對手選的是一手必要 一手必要的話工兵射出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這個金罐扭力彈射性非常強大 不然是頭車火炮啊 弩炮啊衝車都可以超這個效果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銀罐啊 皇族血脈可以對彎刀勇士喔 跟駱駝減三攻的這個騎士傷害 所以騎士用起來還蠻不錯用的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玩駱駝步兵還有弓兵的話 一手標是最適合你的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對手也選擇的馬來人 馬來人的話現在打法比較偏向於強奴打法 那會比較偏向於強奴打法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的強奴呢是比較容易升級到的 因為他這身時代速度非常快速喔 是全龍系裡面升級時代最快的文明 那他除了打強奴之外也可以打大象 大象有這個40%折扣非常多 再來就是還有這個雙手劍兵可以打 那他雙手劍兵的話只要點一下金冠 這個增兵強制增兵 劍兵有事 不是劍兵有事喔 雙手劍兵就不需要黃金了 所以這個能力喔讓他可以在前期喔 讓他在後期喔有這個垃圾兵喔 雙手劍兵可以打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馬來人的話其實在打海戰比較有優勢喔 畢竟他有三倍漁王 在阿拉伯來說的話經濟可能沒那麼好 需要用自己的一些經濟 那血量也大概也是城堡的一半 那攻擊力的話跟城堡差不多 所以其實用起來是有種比那種大型劍塔更強大一點存在 而且他銀雷還可以產生那個寶加利亞騎兵喔 所以我覺得寶加利亞這個人選的還算不錯 因為如果三個人在打的情況下 被快攻機率比較低一點之外 銀雷寶退也是一個非常適合這個遊戲的打法 而且寶加利亞人喔還有這個馬登技術喔 可以讓自己的寶加利亞騎兵騎士喔 弱馬都可以加33%攻擊速度喔 非常好用 靠起來可以打血液的雙手步兵喔 打起來也是非常強悍喔 好那我們看到這邊喔 這邊果然是1000教的玩教 這個...羊肉鍋吃到海半不吃啦 然後再開了一鍋新的在TC下吃 然後這邊又再吃了一鍋 哇看到我快要... 老一血了 受不了受不了 真的是動不了欸 好接下來我們來加速看一下 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好那這邊寶加利亞看起來還是比較有經驗的玩家喔 好這邊有一隻刺猴被關起來了 哎呀真的關起來 哈哈哈哈 那這邊其實村民可以直接互打了 為什麼村民可以互打 是因為刺猴在黑暗時代只有3攻喔 並不是5攻 所以村民的話是可以打的 因為村民有織布技術的話 是可以加異防的 那為什麼黑暗這個時間點會有... 這個... 這個叫什麼 織布技術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本來這個時間點就應該點織布之外 馬來亞這個文明喔 一開始就該點織布喔 因為一開始是5隻村民 所以一定會卡人口 喔不是5喔 是4隻村民 然後加1隻刺猴 所以是5人口 所以會卡人口 所以織布已經要下了 所以黑暗這邊有可能是預測到這邊... 欸這個狀體是怎樣 沒了 這個很1000家 OK 哈哈 好 那攻異出來 棒棒應該是解掉了 所以我覺得黑暗應該是有顧慮到這一點 他想要在黑暗時代的時候過得舒服一點 所以選擇... 這個...這個叫什麼 馬亞或中國都可以在前期喔 點下這個織布技術喔 讓他前期過得更舒服一點 村民比較不容易被擊殺 畢竟前面被擊殺村民的話 經濟一開始就落後就會很慘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黑暗這邊怎麼打燒了吧 這邊是選擇了3隻公兵就出門喔 好 再看一下這邊公兵2隻走到右側 3隻往下走 下方的經歷差不多 保加利亞啊 正面也是維好了 好 這邊有兩隻公兵走過來 但這邊有插箭塔 這個箭塔插在位置非常奇妙 插到這個金礦中間喔 哇這個還不硬蓋阿 怕要3% 蓋不起來 好 硬蓋就蓋得起來了 但是由於1000家人就沒有在看OK怎麼蓋好 那這邊黑暗也是啦 三隻村民喔 直接開桶後放村民 這邊可以插個箭塔 直接防守就好 但是這邊他已經投進一個箭塔的關係喔 導致他後方這邊不能插箭塔 哇這邊殺了非常多村民欸 哇兩村欸兩村就很多了 三村可能要來 三村 哇直接射死 OK補一根箭塔 這邊刺頭做能被解決掉 公兵看到這邊插箭塔 要到下方直接躲避箭矢的傷害嗎 再拿個一村沒問題 再來 哇直接殺了四村五村喔 五村有了吧 太狠了這個男人 好 那一手必要這邊不甘示弱 直接爆了一隻弓兵 到了黑暗的家裡準備來騷擾 黑暗這邊有殘血村民喔 沒有這個 拉到家裡去種田喔 這應該是細節他沒有做好 可能是讓粉絲有機會吧 粉絲福利 他應該是跟粉絲打 好 通兵直接來到保加利亞家裡 直接繞了一圈 射死了兩村 順利走掉 也順利點到了城堡十袋 好銀雷這邊直接硬插了下去 哇果然啊 銀雷保推是非常適合 打團戰搞人用的一個戰術 好這邊會撞兩次TC 兩隻弓兵手直接被解出去 被射死 尷尬了 好這邊要趕快先射這個木門 好但黑暗家裡也是有點麻煩 好這裡有三隻毛兵加弓兵 毛兵在前面擋的話是有機會的 看黑暗會不會做個細節操作 上去直接硬打弓兵被射死兩隻 毛兵先這樣有往前走了一步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細節 好但對手這邊也是直接手動控弓兵 想要把殘血弓兵收掉但沒有辦法 OK 一上到城堡十袋的黑暗直接點下 忍辱兵升級二值一射 這邊弓兵依舊在殺寶加利亞的兵 哇非常難受 哇這裡不知道被塗了幾寸 大概七八寸有了 寶加利亞也是損失殘重 但是騎兵已經開始在罩了 開始要來防守回來 這跟劍塔其實差的不錯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想要再跟 可能差右邊一點這個位置 可以守下木區 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TC可以差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也是可以啦 就是有點守這個窄口的概念 好回到正面看到對方馬來已經出了大象 可以啦這邊是決定要用工兵打嗎 那打馬來大象確實是可以這樣打的 因為被建議馬來大象只有1防 所以馬來的大象是遊戲裡面的 唯一會怕箭矢的大象 其他我已經都不怕了 就至少有2防3防以上 都其實蠻坦的 而且馬來還沒有品種 所以這個大象就是更爛了一點 好 銀雷這邊果然出了寶加利亞騎兵 這邊寶加利亞騎兵要到後方圖 黑拉的村民嗎 再導致一會 現在黑拉被前後夾攻壓力非常大 好 攻兵直接上前射射 好 這邊再補兩個房子 補得非常迅速 但這蓋得起來嗎 有點會破洞喔 這個村民可能蓋不起來 因為後面工兵一直在射 哇 果然破洞了 但工兵依舊在原地開火 這邊先優先把進來的工兵先射掉 但這邊可能要先拉打一下了 後面再補下更多射箭場 後方有兩隻村民 黑拉直接被寶加利亞騎兵給砍死 大象直接淹到了農田區 黑拉直接要被秒殺了嗎 這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這坨大象有點難解 但是這邊直接收掉TC 把村民收到裡面之後 這個大象也是被打到頭破血了 工兵想要直接進去 但是被奴兵被射到白癡阿挖這個殘血了 但是右邊這邊蓋TC 也被寶加利亞騎兵抓吧 黑拉很難受 前面有人在頂 後面有人在槌 又頂又槌了 受不了受不了 這個大象一直頂很難受 這個流星槌一直瘋狂砸頭 哎呀 那村民倒了蠻多隻的 好那還好至少攻兵線 是可以counter對方寶加利亞騎兵的 因為如果你出槍兵的話 這個站起來的寶加利亞護兵 這個騎兵是沒辦法用槍兵解決的 好大象繼續頂 一直頂一直爽 這個馬來就是便宜 可以出這麼多大象 你看他怎麼打 單TC 這些農田 然後直接斷村 出大象 村民只有27隻 好開始在補村民了 好慘阿 這個把自己經濟弄得很慘的一個打法 好可以拉這邊 很辛苦 頂了一段時間之後 把這些工兵派出去想要來收掉這些大象 但家裡的寶加利亞騎兵的困擾依舊還沒有解決 這騎兵雖然還是有的 至少先把這邊TC蓋好 哇這個1000家居然還知道又拿工兵去燒老牧穴 精銳精銳 好這裡要收村一下 可以拉這邊沒有空 這邊在空打大象的工兵喔 所以第一次也沒收好還是死了一隻村民 這邊直接圍好 滑掉了騎兵直接硬掏這邊木頭 房子 欸這邊在蓋一個石門 哈哈哈哈 哇 直接駿揚對手騎兵 太狠了這個男人 好來看一下下方 下方這邊挖金 金礦的村民被抓包了 那大象直接躲到銀壘下方 尋找庇護 好上方我們可以看到大象繼續遠遠不見的桶進來 保加利亞騎兵依舊有這個優勢在 好但是TC射的還是蠻痛的 村民數量夠多 鐵石數量也就夠 好那這裡升完異防之後 有點坦度了 好就怎麼有那麼一點點 比剛剛好很多了 還是剛剛其實也有 好這邊要來TC爆了嗎 好這裡感覺加上保加利亞騎兵是可以直接捅爆的 但這邊由於被駿養的關係 保加利亞騎兵數量並不多 只能靠馬來自己的大象來硬打了 好但這邊直接第一個房子進來 想要直接射光這裡的大象 那後面大象又跟了過來 哇黑拉這邊很頭痛 四處著火 好這邊TC感是爆不了 這邊馬來大象只能選擇撤退 好那最後上到城堡時代的是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剛剛三射箭場爆弓兵的關係 競技實在是爛到一個可以 趕快上到城堡時代就可以升到奴兵了 OK那最後再來把 對方的保加利亞騎兵跟騎士 解決掉就可以了 結果這邊直接打破房子 殺了出來 可以拉這邊有點小小的食物 直接被塗到了一村 第二村有機會嗎 沒機會弓兵收完 還好 這個有點驚險 好保加利亞騎兵直接來個分線 這邊又塗了兩隻黑拉的村民三隻 欸這個流星鎚沒尻下去啊 這個女村民逃過一劫 沒想到1000加打得非常漂亮 好這邊村民反超黑拉囉 黑拉這邊村民有點落後 目前保加利亞是NTC開農 村民樹稍微有點落後黑拉 沒有辦法三家狂打一家 畫面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對他這裡還要再繼續打 這個馬來大象怎麼搞的 好這銀雷直接反擊 那這跟城堡差的位置非常好 這個距離可以直接撕到這個銀雷 哇 舒服 大根換小根的 聽起來怪怪的 大根換小根 有點微妙 下面保加利亞騎兵還能繼續打嗎 這個敲房子的聲音很清爽 好保加利亞騎兵在家裡 好工兵直接往外開來騷擾 那這邊是選擇了毛兵開喔 那一手比亞的毛兵的話是沒辦法抵擋對手的工兵的喔 而且也沒有辦法吃到天生的工兵工術夾成 毛兵是吃不到的 只有工兵喔 好但至少點下二房喔 這毛兵還沒有生 這個尷尬喔 沒有啦這邊可能要拉一堆上高地喔 可能全上高地會比較好 好高島堤這邊的毛兵 這邊工兵也是射到一些蛙 伐木的村民喔 喔這邊轉出了馬阿羽毛劍射手 這邊羽毛劍射手的話打騎兵大象可能會有點難受一點喔 但至少自己有這個跑速優勢喔 可以跟人跑秀這個操作 射速也比較快一點 好這邊順利的使用高地把對方的毛兵解決掉喔 對方沒有生戰毛兵的關係喔 直接被打成白癡 這些數量如果是戰毛兵的情況應該是打得贏的喔 但沒有生就沒辦法 好趕快射一下 這邊點下了 這個可能會直接爆掉喔 這個可能沒辦法 13隻有點多喔 好這些工兵可能要趕快繞到下一家去 繼續騷擾 現在黑拉的政策就是 公款用工兵騷擾 然後加裡蓋TC城堡防守 這個打法算是比較保守一點喔 但黑拉可能這次沒有這麼輕敵 以前他可能會直接請對方吃一個大亨堡 然後直接先滅了異國 然後就變成一打二的狀況下 他的勝率比較高一點 可是他們自己有射規則喔 就是黑拉不能用寶推這個打法 也有可能 因為其實對一千家來說 這個寶推是非常難打的 好接下來看到這邊大象可能要被圈養了 想要走出去 但是黑拉不讓他出去 直接被箭塔 城堡火力交叉 哎呀TC也是一直射一隻爽 欸這邊有機會出去喔 欸 這邊踩到之後怎麼回頭了 是因為這跟房子的關係嗎 看起來是喔 好 大象直接回頭 沒有希望了 直接原地開頂TC 也沒有頂單位 很尷尬 直接被兩棟城堡 加上TC的傷害直接射死 這坨大象直接擺給 好中間的保加利亞騎兵要來解這一坨奴兵了 這坨大象覺得很煩喔 過去的大象都殘血了 怎麼辦 當然有保加利亞騎兵表示 欸你聘的動我沒看到人啊 因為廢話都往下走 當然沒看到 遠地折返 哇這個這個太逗序了 好這邊工兵直接射光馬來的所有單位 但應該是有看到吧 因為現在這個版本 隊友是可以看到共享視野的 好這邊奴兵直接射進來 村民拉到左邊發呆 這就是我說的這個高手們細節 他們把村民拉到安全地方的時候 還是會去蓋房子 讓村民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還可以蓋一點房子 去增加人口 不要讓這個村民發呆 這個就是小細節喔 你看一閒家的玩家就不會這樣做 平常我們在講這些細節喔 就是平常高手看著我 大家都覺得很理所當然 但是其實對一般買家來說 這是很不理所當然的事情 好這邊充銀只能一直瘋狂逃跑 上面毛兵 喔這是戰毛兵喔 戰毛兵就可以收掉了 好這邊看到戰毛兵 直接回頭還被獅子追 太可憐了 獅子助攻 女充銀表示 1歐4 OK這邊全部收完 好大象有機會嗎 應該是沒有 剩三隻大象而已 應該點不掉 好這邊馬魚 毛劍射手 直接跑到寶嘉莉亞的領地 但是這邊寶嘉莉亞人 這邊是不是會比較玩的喔 這邊都有收村 然後用騎兵去尻喔 這邊直接進來 頭破血流直接被吃光 很尷尬啊 黑拉拉對邊的進攻直接施力了 好工兵這裡再次屠殺馬來的村民 馬來村民降到只剩16村了 因為他根本是停村狂暴這個大象的狀態喔 大象一直往前送 但是家裡村民就沒有暗喔 所以現在村民現在很少 好毛兵直接走了回來 寶嘉莉亞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寶嘉莉亞人 寶嘉莉亞人 今天他地龍時代點下二級龍 二級木都有 手推車也有 輪走技術也有 哇這個寶嘉莉亞人 是1000加的最後希望阿 這個感覺至少有1300分吧 這個寶嘉莉亞人 12001300應該是有 因為正常來說寶嘉莉亞人 要穩到這個分TC打的話 其實他是蠻有概念的 投射打一把 可以拿稍微秀操作一下 要把投射打掉的話 可能會自己投破血喔 不太好 直接走回去就好了 這個村民會蓋房子嗎 沒有蓋 直接回頭射一下村民嗎 不射 直接走出去 OK 好這邊羽毛見射手 在下方繼續偷射射 上方的村民直接跟獅子開戰 這隻表示怎麼最近那麼多人類阿 想來把我們棕毛 撲頭人有點多阿 好這邊開下第二個TC 神寶補下在這個位置 好死一隻羽毛劍射手 好這邊戰毛高達第一很痛 完蛋完蛋了這個 比索比亞轉戰毛 確實讓黑拉有點難受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好了 看起來兩邊都在等生死帶 好這邊點下馬凳 好加利亞騎兵 加上騎士都吃到馬凳的紅利 攻擊速度 大家變成33%攻速了 這邊一個獨成戰法 直接蓋下城門加防止 想要獨止對手騎兵過來 但是還是有讓一些 繞進去 但是直接撤退 看到城堡還是想要撤的 好那這一頭騎兵就不能待在家裡了 趕快往前送 看這邊沒有等三防好 有點尷尬 弱獸會先等三防好 好那黑拉在城堡時代 經濟來說還是有點慘 只有100多吋 那這邊TC爆應該是沒有問題 大家趕快修一下 修房子修房子 這邊還是有點像鑽瓦技術是不是 這個TC怎麼看起來那麼硬 好三防一毫 直接反殺對手的弓兵 這個騎兵的坦度已經夠了 有三防了 三防就很好處理 三防三攻直接補一下 哇這位保加利亞玩家 這個看不出來是1000架 有點有料 13001400了吧這個 這個 這個該設科技都有升耶 不容易不容易 值得嘉許 好這邊直接被戰防兵打回去 還知道來控野精耶 有料有料 好黑拉這邊有點小小的金礦被斷 黃金數只有1000 快要1000而已 哇 家裡被真的被斷到生物法治裡了 哇尷尬 這一坨重裝騎士很難解 城堡時代沒有槍兵 只能靠箭矢防守的話 勢必要付出一些村民的 好這邊補下了一級防 快要轉長槍兵出來擋 好你看這邊騎士三防 重裝騎士 直接硬扛都沒問題啊 這個箭矢有夠癢 哇 好爽 直接被城堡安排的 清清楚楚 射爛 真的是射爛 OK龍解光了 這片農田可以暫時搶回來 好黑拉正面一直有被騎兵殺我的跡象 哇這一坨村民又被砍 村民被降到剩88村 不知道連87村都不知道了嗎 正面也有 哇這個騎士 真的有點硬要啊 但我覺得這個硬要打的還算不錯 至少我戳到最守經濟啊 比起沒有打到東西喔 這些騎兵都算的還算是值得的 不善虧啊 好這邊可以來轉出了老鷹 英勇士加二級防護衛技術 不先上帝王 他想要先把這一坨 我戴毛兵應該先解決掉了 對像這樣打 那這邊這個TC 射掉之後 就可以來挖這個金礦 讓他這邊斷金的可能性 就降低了一些些喔 好馬來這次沒有再爆大象喔 專注在農TC喔 村民已經回到了 本來的16村兩倍以上了 讓他知道爆經濟的重要性喔 可不是單純爆兵就能搞定一切了 好這邊村民本來蓋城堡的樣子 但這邊沒辦法蓋下去 結果直接走掉 哇這些村民是要去哪裡搞呢 蓋這個位置 本來是要野外蓋堡 好馬爾羽毛劍射手直接被抓包 送裝騎士直接把他請了出去 趕踏入我們寶嘉莉亞的領地 那你勢必要吃到銀蕾 跟我們的馬頓騎兵的科技啦 好等一下的禁射孔 這個禁射孔躲下之後 城堡就可以直接設騎士下方 在城堡的下方騎士硬砍的這些騎士們 就不怕被直接騎士暴帶走這個城堡 好這時候轉出老鷹 經濟上還是有點慘 雖然農田有27片田 但要點到地龍十兩點困擾 3TC運轉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很好的農 看這邊要不要拉一個大石槍 直接這邊拉個一條 這樣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裡進了一個城堡 以前嘉莉萌某這邊拼了一個燈說 誒快看這裡有一根堡 好一手幣要把另外一根堡插在這個位置 好這場比賽看來有得打了 看來不會這麼短時間就會結束 好寶嘉莉亞這邊直接拆了巨型偷司機 開始硬拆城堡 但我覺得他可以再更大膽一點喔 多招一點 好老鷹開始要飛了嗎 那英勇是前期的血量是偏低的 55滴血 攻擊力7攻而已 要趕快到地龍十代老鷹國點像 才會有更大的用途 好老鷹看到這邊挖礦村民直接開始追擊 好這邊騎士要再過來一次了 砍村民了嗎 簡單 可以啦這邊有點守不太住了 好這件城堡應該直接棄手 把所有的羽毛劍射手拉掉 好後方這邊升到地龍十代一手幣 也在拆除回來的巨型偷司機 看起來快不行啦 地龍十代還沒有點 他是不打算上帝王的嗎 再說再說再說 好這邊升級中甲鋪兵 馬來已經想要準備來打這個 免費的鬆手劍兵了 但你還沒地龍十代啊 沒有這個強制真兵可以點 他可能忘記要先點地龍 或者是他想用長劍兵先擋老鷹喔 也是可以喔 好巨型偷司機開始往前搬 黑達這邊壓力越來越大 這裡按了非常多長香兵 後方有補下 好下方這邊洞沒有完全補好 這邊轉彎道勇士有料 彎道勇士跑得快攻擊力高 這邊直接互相傷害 但馬尾一間射手可以收一下操作 但對方傷害實在太高 所以這些馬尾射手沒法做出太大的傷害 直接逼流回去 哇這位一手貝拉玩家打得不錯 這個城堡也拆除了 黃金也沒有被爽挖走 黑達這邊窘境越來越糟糕 這邊意識到自己經濟太差了 不下手推車 哇黑達敗在經濟不夠好 哇看起來是沒了 黑達被三個一千家打下去 GG私密打 這個也沒辦法升帝王 好槍兵繼續追 但對手有轉出 劍兵勇士 這個雙手劍兵 好還沒點協議喔 好長槍兵追不到 好這邊黑達打出了GG 哇 這三位玩家打得真的是漂亮喔 前面的這個強弓喔 都有打到點東西喔 也沒有說完全沒有做到事情 那馬來大象雖然這個看起來打得不好 但確實也拖到黑達的兵喔 一直在家裡去解這些大象 但自己村民喔 剛剛這樣都剩16村喔 但後來就直接專心復國 直接把自己村民拉六三村 好非常的快速喔 這觀念其實非常好 所以其實有消耗我們一些觀念喔 新手們的觀念就是只是 他們並不是 不可以打 而是他們只是需要一點手術喔 跟一些 時間喔 他們還是可以打出一些成績來的 那他們可能前期的一些 觀念再好一點的話 或一些 回家的方式喔 防守方式再更好一點喔 其實很多人喔 不只是1000家 只是要不要去爬分喔 去打這個 積分而已喔 因為我發現很多1000家的玩家 他們其實是不想打積分喔 其實實力都是有1000家以上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經濟吧 這經濟看起來黑亞是真的蠻慘喔 黑亞真的真的不是經濟型玩家 他的 友誼的確實是有石頭 那我們有說喔 石頭通常是防御型的東西喔 你石頭挖越多 就代表你經濟越慘喔 你看這經濟完全輸給保佳麗阿 那甚至喔 有些經濟喔 會要被這個一手幣阿給追上 那這看起來真是有點慘喔 15000 15000 木頭18000 黃金100000 石頭3000 保佳麗阿是全 基本上全硬喔 石頭少輸了一點點 看起來這個保佳麗阿人喔 這個玩起來真的是 確實打得漂亮 該殺了的時候都有騷擾 該送兵的時候有送 然後 該直接反退的時候也有反退喔 然後轉兵 該轉的也有轉 打得著實 漂亮 厲害厲害厲害 好啦那這支影片喔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那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